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呢 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泣地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根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泣地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音乐 是阳子散地的 就是个人此导致的 大量障碍 有点风导致的 好 也是阳子散地的 看来 我对这种一 compliqué 人此导致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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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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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里同时也归于金刚树菩萨 金刚树菩萨怀着嗔恨心的这些眼罗施主 他们看见金刚树菩萨的时候 他们也是四处逃跑 都特别害怕 所以在我们一切诸佛菩萨的力量 集聚为一体的金刚树菩萨 按照我们显宗的观点 大势之菩萨 显为愤怒相 这是金刚上菩萨 按照密宗的观点 那么所有的释放诸佛菩萨 所宣说的密法的积极者 也就是说 金刚树所有的诸佛菩萨的智慧 智慧融入一体 变成金刚的 这样一来 不管是显宗还是密宗 我们出现一些违缘的时候 祈祷金刚树菩萨 那么所有的违缘 全部会效益发迹 所以我们平时 祈祷金刚树菩萨能遣除违缘 就是遇到一些修行当中的障碍 或者是在我们中阴身的时候 特别可怕的一些眼罗族 就集聚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心里面想得起来 金刚树菩萨的名号 那么所有的违缘 全部会遣除的 平时我们所谓的金刚树菩萨 就是三大呼咒之一 就是观世音菩萨 文殊菩萨 金刚树菩萨 我们平时也是这样祈祷的 总等来讲 金刚树菩萨实际上是 不管是宣众还是密从 所有的一些大威魔 大愤怒的一些形象 因此我们也时时刻刻祈祷 当我们遇到一些违缘的时候 所有的 包括阎罗 你看中阴的时候 有各种形象 昨天前面所讲的一些地狱里面的 种种一些鬼神 罗刹 千塔佛等等 有各种众生形象的 当一念金刚树菩萨的名号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阅兔们 全部都金黄师说 跑到别的地方去 本来那些阅兔们特别的傲慢 然后金刚树菩萨一出来的时候 全部就泡了 在这个地方 真正的地方 对于地狱里面的旅行 我们去找一个并络的家庭 对于地狱里面的人 这些阅兰们特别的地方 对于地狱里面的人 就是你的这些阅兰们 接着你们了 这些阅兰们的地方 就是这样的阅兰们 让我们要找到一个阅兰们 对于地狱里面的楼里面 不得了 我们要找到一种阅兰们 为什么要找到一个阅兰们 我们要找到一个阅兰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讲的是如何皈依 我们讲的是如何皈依 但对这个怎么样皈依 我们应该这样想 我们深深地察觉到 以前我们已经违背了 诸佛菩萨和上师们的一些眼角 那么结果当中才发现 现在才发现 发现以后 我们现在特别地害怕 所以从现在开始 应该一心一意地皈依三宝 所有的释放诸佛菩萨 从此以后 再也不造这样的罪业 希望你们一定要 就是遣除我们思想学当中的恐怖和一些轮回的痛苦 我们在诸佛菩萨面前应该这样忏悔 就是一方面忏悔 一方面发誓言 当然诸佛菩萨有什么样的教言 我们怎么样违背过呢 就是佛陀亲自来到我们面前 要求你不能这样做 这样都没有说过 但实际上佛陀和上师们 给我们已经宣讲了教言 比如说诸佛摩作 诸善奉行 自尽其一等等 那么我们如理如实地 做到没有 肯定没有做到 再再次我们在上师诸佛菩萨面前 受了别解脱戒 菩萨戒 然后密承戒 但是我们在实际的受持过程当中 也没有好好的受持 所以我们现在一看 自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惭愧 佛陀告诉我们 行持善法 但我们并没有行持善法 没有如理如法的闻思修行 也没有如理如法的受持诡计 发菩提心 没有这样做 而且我们不应该做的一些 造恶业方面的事情 做得相当的多 这样一来 我们自己就特别的愧疚 特别的惭愧 而且在诸佛菩萨面前 虽然发过愿了 但是的确是 我们没有如理如法的受持 如果我们这样下去 我们肯定会堕入三恶趣当中 特别的害怕 这样一来我们应该从内心当中 要皈依三宝 从此以后再不造这样的恶意 这一点也需要一个大的誓言 总而言之我们作为修行人 应该如果有一个大圆满 或者密法的一些高的境界 你安住在这种境界当中 这是最好的一种忏悔方法 如果你没有这样 那你一定要依靠菩提心 依靠皈依 以这种方式来忏悔自相续当中的罪业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心里面 真的有皈依三宝的心 真的有无畏的菩提心的话 那么你对这个人 在你的来世是根本不会堕入恶趣的 这一点是所有的诸佛菩萨的教言 或者我们上师们的窍诀 这一点我觉得对我们来讲 还是很重要的 因此希望大家修行忏悔 还是很重要 当然忏悔 现在如果有机会 希望能不能在自己 除了自己的生活以外 能不能专门每一年当中 出一段时间来专门施修 一年 三百六十年当中 你七天应该可以拿出来的 你如果七天拿出来 然后你自己在别的地方准备一间房子 好好地依靠金刚萨多佛像 如理如实地修行忏悔 实际上 对你的修行是有一定的帮助 在哪里 阿豫不是每个人都别在纽纯的东西 你都要看过了吗 这一段时间是要看过了 这一段时间是主创作人事 这一段时间是患心聪明 那是我们来知道耶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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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